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在日本举行会议 讨论经济、恐怖主义以及海市安全等问题 在今天星期四,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 在日本海滨城市伊勢自摩召开一年一度的峰会 日本首相安佩晋三在伊勢神功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 以及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和加拿大的领导人 在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预会领导人将会讨论到振兴疲远的全球经济、反恐 以及海市安全等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领土扩张态势 峰会在星期五结束之后 奥巴马将会前往港岛访问 1945年,美国战机在港岛投放了世界上第一火原子弹 造成大量伤亡 原子弹 ар行长 会場 快乐 感谢观看